今天不專業廚房想你們陪我去買菜 然後一起煮這兩樣菜 我會煮韭菜、豬蠔和葉花甲 如果有興趣的話就一起看吧 陪我買菜是藉口 我想試一下iPhone 14 Pro的拍片質素 剛剛intro是用了前鏡頭 現在正在用主鏡頭 大家覺得效果如何 買菜方面我們三個人吃 花甲買了40元 豬蠔買了14元 之後再買5元的韭菜就完成了 然後再買5元 再買5元 再買5元 回家後我先處理花甲 洗一下然後浸鹽水等它吐沙 我覺得聲音很好聽 所以保留了畫面 之後我們需要將2個蒜頭磨成蒜蓉 所以又到切蒜頭磨蒜頭衣的時間了 所以又到切蒜頭磨蒜頭衣的時間了 現在我喜歡放多少就多少 第一次做的時候 我是跟IGKikikiiscoking的食譜 但我不喜歡芫荽 所以我將它轉為乾蔥 接著加調味料 甜豉油2湯匙 魚露也是2湯匙 切了4份1個檸檬來炸汁 我炸得有點碎 應該不止那麼少 然後還有1湯匙白醋 下1斤的糖 最近家用的這個糖很啡 還有1湯匙的麻油 最後加多半杯水 可以試一下味道 如果太鹹可以再加多一點 開火等水滾之後 就可以把剛才套好沙的花甲拿去蒸 嘿嘿 我拿錯了蓋子 這個太扁了 做完冰水之後就可以留意一下花甲 哪一隻開口就放入冰水冷卻 不要讓全部開口會過熟 總之分批將全部慢慢放入就可以了 因為一會兒要用醬汁去浸花甲來醃 所以我就找了一隻有深度的碟 然後把花甲沒有肉那邊撕走 剩下有肉那邊出來排靚靚 因為一打開殼就馬上拿出來 沒有煮過濃的關係 花甲肉是不會縮到很小塊 看起來很飽滿很鮮味 是不是很想馬上吃呢 把我們剛才準備好的醬汁均勻淋在花甲肉上面 然後用保鮮紙包著碟 放入冰箱大約一個小時左右就已經可以吃了 韭菜豬紅一樣這麼簡單 切了韭菜之後我們浸一浸 一樣都是開火等水滾 想撇走豬紅的腥味 我們加一點鹽和加一點花雕酒 豬紅出水不用太久 大約水滾之後兩至三分鐘就可以了 你看到它變了色 還有我換了衣服 我中間去了洗澡 為了拍照效果先拿個好煮出來 加一點油爆香薑和蒜蓉 手腳太慢了蒜蓉焦了 不過不要緊的 加兩斤的豆瓣醬 再加一斤的沙茶醬 記住用小火 不然就同樣焦了 炒一炒之後再加一斤的沙茶醬 現在顏色那麼深 看不到蒜蓉焦過的 不怕的 我們先炒一炒它 然後就可以把剛才的豬紅全部放進去 也是炒一炒它 炒到差不多就可以加水 水要蓋過豬紅 然後就加其他調味料 有一湯匙的蠔油 然後就加多兩個茶匙的老抽 最後我們加多一兩斤糖和少許鹽 攪勻所有調味料之後就可以等它滾 然後就吸蓋 調小火煮它十分鐘 喜歡用來送飯的朋友仔 可以準備三分水倒進去 令它沒那麼水 然後韭菜全部放進去 揉一揉它吸蓋 其實就可以了 但是我要拍照的關係 就打算收拾好一點 把豬紅拿出來 不然就會變成一道韭菜 看不到豬紅的了 這麼快就煮好了 可以上菜了 我在冰箱裡拿一些花甲出來 我就把花甲一隻一隻 從底撈在面上 排好它 招呼親朋戚友 想漂亮的話 都可以這樣做 但是自己吃了 不用了 一樣的味道 不用搞那麼多 總之兩個菜非常簡單 就完成了 這個系列叫做不專業廚房 同場家拍攝是我爸爸煎魚 我是不懂的 這個我真的煎都爛了 所以交給專業人士 我這些廚藝新手 都是煮簡單 容易沒有技巧 但是拿出來 可以騙人的菜式就可以了 非常多謝大家 今天來看這個 不專業廚房 少少Cooking Vlog的系列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個Like 和Subscribe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Upload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更就三點 同時日更就十二點 同時日更就十二點 好了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今天這個三送 真的非常非常之好吃 這條魚是爸爸自己釣 還要自己去湯 跟著自己煎 特別正的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都記得去煮煮完 回圖給我 再見